今天早上讲到的题目是 有的时候我们会哭泣 那你为什么哭呢 宝宝会哭可能是因为他们饿了 或者是尿布要换了 孩子们哭了可能是因为他跌倒,他很痛 可是当一个大人哭可能是他非常的难过 所以我们哭泣的原因有很多种 最近我们的读经进度来到耶利米书 那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根据教会的读经进度来读经 一天读一章,你就会在信心上有所长进 如果我们读这本书,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叫耶利米 那这一位先知在圣经里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他是被称为流泪的先知 所以从圣经上的记载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哭泣最多的先知 身为一个成年男人,通常都是不想要流眼泪给别人看 因为眼泪就代表你很软弱 可是有的时候眼泪却能显示出一个人是那么的勇敢与真诚 因为他愿意用眼泪来释放他的情绪 他是勇于面对这个整个情况,还有勇于面对自己的 可是耶利米先知他哭泣的原因跟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不同的 那为什么他哭呢? 他的眼泪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流? 今天我们要来谈到几点 第一,耶利米先知他的眼泪是因为他遇见了,看见了百姓的受苦 我们先翻到耶利米书第十四章 耶利米书第十四章十七节 耶利米书第十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读 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 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扣破坏的大伤 这里耶利米告诉百姓 为什么他流泪 有的时候我们流泪不是为了自己 是因为你看见在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 耶利米到底看见了什么 他并不只是看到现在眼前的情况,而是他可以看见未来会发生的事 因为先知在圣经里面说的就是先见 一个先见就是可以看见未来发生的事是其他人现在看不见的 譬如说我们现在能够看见什么,当然就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情啦 我们看到的是现在 譬如说你看见现在眼前这个人,他所显现出来的情况 你看到这个漂亮的房子,看见今天美好的天气 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有属灵的眼光 他可以看见人们看不见的 当时耶利米就已经可以看见未来百姓在受伤,在受苦 他说他看见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 是非常严重的伤害 当一个人受伤或是身体被切开流了很多的血 我们看见的人就会为他难过 我们再来看十八节 再来讲到更详细为什么百姓在这里受伤了 我们来读十八节 在异象里面,先知耶利米他真正看见百姓是如何受伤的 没有人会相信这些事会发生 因为那时候耶路撒冷是充满荣耀的城市 是神殿的所在 他们有很好的城墙 他们也有光荣的历史 在城市里面也有充满着很多的食物 可是耶利米看见这个城会落入敌人的手中 人们有被刀杀的 那没有被刀杀的可能会因为饥荒而死 也有很多患病的 现在我们要问了 为什么一个神的诚意是被祝福 是被保护的,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这样一个耶路撒冷城 神不是应该好好地保护他吗? 耶路撒冷的意思是什么呢? 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一个平安的城 因为Salam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平安 所以一个神的诚意 是神的百姓所居住的地方 那为什么这个平安之城没有平安呢? 有时候我们要好好地想一想 这是很讽刺的 是神的百姓 可是却没有被神保护 平安之城却没有平安 会被刀剑,饥荒所灭 这时候耶利米已经看见未来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看见巴比伦未来会来毁灭耶路撒冷 可是当然百姓是看不见这些事情的 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呢? 其实不是因为神 并不是神不爱他的百姓 而是因为百姓离开的神 是因为百姓他说 我不想敬拜真神 我想要敬拜偶像 我不想要神告诉我该怎么做 并且限制了我的人生 我不想要你来控制我的人生 我也不想听你的话 我想要做我自己 我想要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 去自己喜欢去的地方 这就是罪 当一个人选择离开神的时候 是的,看起来你是有自由 可是你也是选择离开神的保护之下 因为神就是一个保护者 神是光 神是恩典 当你选择要离开神的保护 神的光亮的时候 就等于你选择离开这个保护网 就像你记不记得 四个月前的爱明顿是零下四十度 如果你去到外面没有穿上你最后的外套 你可能十分钟之后你就冻死了 可是如果你待在里面你是安全的 你待在家里享受家里的暖气 也享受家里的食物 可是如果你选择要离开这个温暖的家 你就是靠你自己了 所以你今天选择什么呢? 那个时候的百姓他们选择离开神 所以他们的苦难就来临了 所以当耶利米在异象当中 看见百姓的离开 看见百姓的受苦 他就哭了 耶利米并不是为自己哭 他为百姓而掉泪 为什么百姓要成为人 为什么要这么愚昧呢? 为什么要这么顽固呢? 为什么要这么顽固呢? 为什么? 我已经告诉这些百姓 当你们离开神 走这个方向你就要受苦的 为什么你们不听? 为什么呢? 先知完全不明白 有时候当你劝告你的孩子 可是你的孩子完全不听你的话 你就为他们感到担忧 当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 你整天忙着喂奶 换尿布帮他们洗澡 你希望他们长大 这样的情形就会好一些 当他们长大一点 你告诉他们要吃这个 要早点睡觉 他们是听你话 可是当他们长到更大的时候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你告诉他们不要这么做 可是他们做了 然后受伤 你就为他们流泪了 因为人们有自由意志 他可以选择要听你的 或是不听你的 我们就是这样的孩子 我们就像一个青少年一样 有自己的自由意志 选择不听神的话 就像当时的百姓 他们就像青少年 他们是非常反叛的 先知告诉他们 不要走这个方向 你们要改变自己 回转归向神 可是他们完全不听 那先知他也知道 当人们不愿意 回转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然后先知就为他们流泪了 今天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光 我们就会知道 为什么有一些人 不断地在受苦 我们如果有属灵的眼光 我们也会知道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有不断的苦难 两天之前我看到有新闻 报纸有举办新闻摄影奖 有一张照片就获得 2024年的摄影大展 当我看见这张照片 我是被大大的冲击了 是一个巴勒斯坦的妇人 她是完全把自己的脸罩住的 她是抱着一个小孩 可是她已经死了 并且全身都被包裹起来 是她的侄女 她是这样抱着她的 可是她的脸没有盖起来 她的脸是被盖住的 那这个死掉的小女孩 也是被包裹起来的 整张照片是没有显现出脸的 可是整张照片传达出非常强烈的悲伤 因为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因为政治还有冲突的原因 有很多的悲伤 还有敌对 在这个整个世界当中 人们因为恨而互相残杀 有些人会问 如果真的有神的话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出现这么多残酷的事情 为什么神不阻止这一切发生呢 如果你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的话 其实神给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同时他也给了我们他的指示 如果每一个人是遵循着神的话 来生活的话 选择爱 选择原谅 选择悔改 选择回转 归向神 而不选择要来复仇 要来杀害别人 当然这个世界上就会少了很多这样的患难 可是人们总是选择不听 不听神的话还有他的教训 并且走自己爱走的道路 最后你就为自己选择灭亡的道路 所以耶利米到底他是为什么而哭呢 他是为了受苦的百姓而掉泪 我们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一章 当我们念完耶利米书我们就会进入耶利米哀歌 耶利米哀歌就是提到当时的城义已经被毁了 那那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那个时候耶利米就继续掉眼泪 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十六节 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十六节 是的那时候这些坏事已经发生了 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 所以耶利米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哭 那问题就是有必要走到这样的地步吗 是真的有必要吗 其实神是有给人选择权的 神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百姓 神也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当时的王 第一请你回转归向神 不要再犯罪 不要再拜偶像 把神放在第一位 走回古道 第二 你向着巴比伦王来投降 当时巴比伦王会来攻打城市 因为神允许这件事发生 所以不要跟他们打仗 因为当你靠着自己的军队 你想要打仗 你是永远不可能赢的 因为神已经与百姓分开了 唯一能够存活的方法 就是向巴比伦王来投降 那我就会为你留下生命 我会给你开一条出路 这就是神所说的话 悔改还有投降 你就必存活 可是当时的百姓说 你在开玩笑吧 你是谁啊 耶利米你凭什么讲这样的话呢 巴比伦怎么可能这样攻灭我们呢 我们有很高的城墙可以保护 我们可以拆遣使者去到埃及 请他们帮助我们 他们试了所有的方法 除了回转归向神 我就是不想回转归向神 可是我会试试所有的方法 请你不要笑他们 我们常常就像以色列百姓 当传道说话 当圣经对你说话的时候 你完全不想听 你会说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这是神他不公平啊 神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发生呢 所以我要用自己的方法 我是聪明的 我知道我要怎么做 我知道我要怎么解决问题 我就是要试所有的方法 可是我不听你的 其实我们常常都是这样的叛逆 当先知看到这些 他就哭了 因为他知道会发生的 有时候你不需要当一个先见 因为一个人他如果悖逆 不归向神 他的未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耶利米先知 他就不断的哭泣 又流泪 所以问题就是 有必要走到这样的地步吗 其实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如果神的工人 一个先知告诉你 不要走这条路 改变自己 请你悔改 回到神的面前 那就是你的机会 要记得要投降 不要一直坚持自己 不要一直撑在那里 觉得自己还是不会倒的 你要在主面前柔软下来 谦卑下来 这就是一条出路 那也是耶利米先知要告诉我们的 可是那个讯息就 没有人听他的 所以耶利米先知只能一直的 不断的哭泣 今天我们是否让一位先知流泪呢 我们是不是让圣职人员 让一位传道来为你哭泣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让圣灵 也为我们流泪呢 我们来翻到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 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 这是一节很重要的经节 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 我们一起读 不要叫神的圣灵 这里讲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圣灵是有感觉的 因为圣灵是神的灵 神是有情绪的神 为什么你有情绪呢 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我们就可以分享到 遗传到神的这些情绪 有时候神是开心的 如果你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 当然 就像你是身为父母的人 为什么你会感到开心呢 因为你的喜怒是跟你的孩子息息相关的 如果你的孩子听你的话 并且走在正道上 你就很开心 如果一个孩子 你的孩子跟你非常亲近 你不用很有钱 可是你是高兴的 如果你的孩子很爱你 常常想到你 常常都会问候你 那你当然是开心的 如果你的孩子不让你担心 那你当然是心里很欣慰的 可是有时候神是伤心的 那想一想 你身为父母的人 你为什么会感到难过呢 譬如说你的孩子不跟你说话 他们唯一跟你讲话的时候 就是要钱的时候 当他们得到他们要的 他们就离开了 那你就没办法高兴了 更糟的是 如果你的孩子 做了一些让你伤心的事情 譬如说去吸毒 譬如说被警察抓起来 他们做了坏事 伤害自己去伤害别人 当然你会为他们感到 非常的难过 或者是他们很叛逆 你就会感到很生气 所以如果今天你愿意选择 来当一个父母 不要现在只觉得宝宝很可爱 过几年你就知道 过几年之后就没那么可爱 现在不用等到他们成为青少年 两三岁他就会让你很头痛 因为他的自由意志就慢慢展现出来 在过去的年代 可能宝宝看起来都是呆呆的 可是现在的宝宝都非常的聪明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刺激很多 而且营养也很多 而且也得到很多人的关爱 而且你问他很多 让他选择 你问他你想要这个吗? 想要那个吗? 他们可能还不太会说话 可是他们知道怎么拒绝你 在过去的年代 可能你不吃没关系 你的兄弟姐妹都要吃 可能十个兄弟姐妹 他们抢着一盘的鸡肉 只要你稍微慢一点 你就抢不到食物了 所以你想要生存下去 你是没有选择的 可是现在的小孩 是一个小孩 就有十个大人来给他们关爱 当然他们是被宠爱了 而且父母不打不骂孩子 所以孩子在家里就为王了 所以你是在帮他成长为更叛逆的人 所以当我们小的时候 如果不听话 父母一巴掌就打下来了 当然我们不应该在肉体上 随便打他们 可是该管教的时候 我们是要管教他们 不要让他们选择 他们想要什么 不想要什么 他们还太小 应该要听父母的 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太强 当你的自我意识太强的时候 你就不听话 那当你不听话的时候 你就只会做自己想做的事 而让你的父母伤心 所以现代的青少年 是让父母非常的头痛 特别是 有一些父母 他们心里是没有神的话 所以他们不知道怎么教孩子 那孩子心里也没有神的话 所以没有一个标准 好像没有一把尺 那社会上的教育是告诉他 做你自己 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 他们说这是爱的教育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是叫做爱的教育 不要骂他们 不要要求他们 不要责骂他们 让他们选择 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 有时候我会觉得奇怪 怎么会这样呢 他们还这么小 为什么你要让他选呢 譬如说你想要吃吗 你不用问他要不要吃 你就给他食物 十分钟之后收走就好了 如果你现在不饿 那我们就看看下一餐 你吃不吃 那如果下一餐你也不饿 那没关系我们等明天 我们看看你是能够撑到什么时候 有时候你给他们太多选择了 所以当他们长大的时候 就会让你伤心 很快的这一天就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让圣灵担忧的 神爱我们 所以给我们自由意志 可是有时候我们让神的圣灵非常地伤心 所以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有曾经让圣灵担忧吗 如果你已经让他担心了 不要再让他继续伤心了 因为一个孩子 如果今天你让你的父母非常伤心 你的未来也是令人担忧的 是不是这样呢 今天你让你父母伤心 担心就表示你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未来你也会非常遗憾 今天你选择这样的道路 不要想说以为今天我让神伤心 可是其实我是开心的 当神担心伤心的时候 你也不会享受到高兴快乐的 所以当先知在流泪的时候 当神为你伤心担忧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翻回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14章 耶利米书14章20 耶利米书14章20 我们一起读 耶和华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 和我们内徒罪恶 因我们得罪了你 这就是先知流泪的第二个原因 并不只是他看见百姓受苦 现在他想要悔改归向神 当他代替百姓献上悔罪的祷告 他也一边流泪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一幕 我们可以想一想 耶利米本身并没有犯罪 可是他为百姓献上祷告的时候 他是用悔改的态度为祷告 而且他说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 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恶 我们得罪了你 为什么耶利米不这么祷告 说神啊 是他们得罪了你 他们不好 他们是活该 所以请你原谅他们 为什么耶利米没有这样祷告 因为他本身是没有去敬拜偶像 他也没有去杀人 他个人的生活是非常的圣洁的 要不然神不会用他来当先知 那为什么他要祷告说 是我们得罪了你 那这就是为众人戴罪祈求的祷告 是的 我个人没有犯罪 可是我的国家得罪了你 请问你属于你的国家吗 譬如说今天你拿着加拿大护照 请问你是不是加拿大的一份 你不能说加拿大这个国家很不好 因为其实你自己是拿加拿大护照 你就属于这里的一份子 所以不管发生在加拿大是什么事情 我们都有一份 这个国家是好是坏 我们都有一份 我们不能说他们不好 他们这个国家不好 因为我们是住在这里拿加拿大护照的 所以耶利米说 我是属于这个国家 当我的国家犯罪得罪神 我是有责任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不能把自己从别人的软弱当中抽离 如果你是把自己抽离 你永远都是手指头指着别人 你为什么不改变 你也是 如果你总是这样做 那这个情况是不会进步的 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 你的祷告也不会感动神 因为神会说 你总是为别人定罪 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祷告 耶利米在这里是为自己而哭 为他的百姓国家而哭 这样的祷告就感动了神 因为他承认我是在这个问题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请大家注意 如果你想要解决问题 你要承认你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 因为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问题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比如说我们是夫妻 譬如说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好 或者是妻子对丈夫的态度不好 譬如说我们吵架 常常都在吵 譬如说我不想跟她说话 打冷战 不管是打冷战还是打核子战 比如说打核子战争 在夫妻之间就是互相丢东西 如果打冷战就是一个礼拜不说话 或者是不回家 这两种战争都不好 可是如果这样发生了 我本身感到很痛苦 我的孩子也是在受苦 现在我跟神祷告 神啊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太太呢 她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或者是太太向神祷告说 神啊我的先生这么没用 我是没有办法尊敬她的 譬如说我们两个人都这样向神祷告 去控告对方 我们都向神祷告说 神啊求你改变她 神从上面看下来就觉得 哇你们不只打核子战争或是打冷战 你们还打祷告战争 你们两个都向我祷告说要去惩罚对方 神就不会听祷告会说你们两个都等着吧 因为你不承认自己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因为根据圣经夫妻是一体的 你们两个成为一体之后 在神眼里就是一个人 是的是有问题 每一对婚姻里面都有一点问题 可是如果夫妻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是向神承认说 神啊我们有问题 我们有软弱 是的可能是你先生的软弱 或者是你太太的软弱 可是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没有在祷告里为对方定罪 或者是控告对方 你向神祷告说 神啊是我们的问题 请你帮助我 甚至要流泪为你的问题而祷告 我们再来读二十节一次 这很重要 有没有看见这一节的美好 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 先知没有说我承认他们的软弱 是我们 当我们可以放下自己 承认我们的软弱和罪恶 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 现在我们在神的眼中 也是神的身体 是神的教会 是的教会有时候也有问题 也有软弱 因为我们就是一群软弱的人 而组成 可是如果我们为教会祷告 就像保罗当他为教会祷告的时候 他为教会祷告的时候 就像为自己的家人 为自己的身体祷告一样 他是为自己的家庭在祷告 他很爱自己的教会 主啊 求祢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很软弱 譬如说你看见教会缺乏爱 我们就不要手指指着别人说 这些人都没有爱 因为他们都不爱我 为什么你不跟我打招呼呢 为什么那个人不跟我说话呢 我们不这么说 我们向神祷告 主啊 我们都很缺乏爱 求祢帮助我 能够第一个时间来显出我的爱 求主帮助我 能够做我该做的 如果你流泪 为自己的软弱而流泪吧 不要看其他人说 为什么他不这么做 那么你的祷告就会感动了神 因为一个会流泪的先知 一个会流泪的祷告者 他是可以感动到神的 耶利米的眼泪是感动了神 然后神就告诉耶利米 你的眼泪是会被纪念的 我们翻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十六节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六节 一起读 这里神给先知一个非常安慰的 应许 我知道你是一直在为百姓流泪的 我知道你是在悔改 是为了自己 为了百姓的罪 我知道你很难过 因为你看见了未来神的百姓 会被掳 会受苦 可是我应许 你的眼泪并不会不被纪念 因为你所做之功 必有赏赐 他做什么呢 他并没有做很多 他就是一直的流泪 哭泣 祷告 为自己祷告 为这个国家祷告 求神怜悯 所以他们会从被鲁之地归回 他们会回来的 而今天有些人并不在这里 有一些我们的孩子已经离开教会 因为他们很软弱 有一些信徒也已经离开教会 因为他们很软弱 可是不要放弃 我们要继续为他们祷告 当你非常担忧他们的时候 有时候你是会流泪的 可是这里神应许我们 不要再哭了 不要再流泪 因为你所做之功 必有赏赐 你每天为他们所做的祷告 为了弥扬 是的 我们教会里有弥扬 如果你今天坐在这里感谢神 如果你每周都来也感谢神 可是有些人是在这里 可是他们人不在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 要继续跟他们联络 并且鼓励他们 也可以为他们流泪祷告 可是有一天神说 我要带他们回来 这就是你的赏赐 这个流泪的先知 可以感动神 今天你所流的泪 也可以感动神 如果你愿意改变 神会帮助你改变 我们一起来唱诗